用经验与智慧解决模虚问题 欢迎来到沙轮质解 我是沙轮模具 Mr. Brian Jell 以下内容均来自我本人 Mr. Brian Jell 撰写的文章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是 影响沙轮磨损的九个因素 在制造业中 沙轮作为关键的切削工具 其磨损情况直接关系到 加工效率和成本 沙轮磨损过快 不仅会增加生产成本 还可能影响到加工质量 因此了解影响沙轮磨损的因素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降低磨损速度 对于提高加工效率 和降低成本具有重要意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探讨 影响沙轮磨损的九个关键因素 一 磨料类型 磨料是沙轮的主要组成部分 其类型直接影响沙轮的磨损情况 不同类型的磨料 具有不同的硬度和耐磨性 因此在选择磨料时 需要根据加工工件的材料 和加工要求来选择合适的磨料类型 以降低沙轮的磨损速度 二 沙轮力度和形状 沙轮的力度指的是磨料颗粒的大小 而形状则指磨料颗粒的起合形态 力度较细的沙轮 在加工时能产生更平滑的表面 但磨损速度也较快 力度较粗的沙轮则耐磨性较好 但加工表面质量可能较差 此外 磨料颗粒的形状 也会影响沙轮的磨损速度 如果追求更高的耐磨性 和更长的使用寿命 圆形的磨料颗粒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而如果需要更快的磨削速度 和更好的锋利性 则可能需要选择棱角形 或其他形状的磨料颗粒 三 沙轮硬度 沙轮硬度是指沙轮抵抗磨料脱落的能力 硬度较高的沙轮耐磨性较好 但过硬的沙轮可能导致加工表面质量下降 硬度较低的沙轮则易于自锐 但磨损速度较快 因此在选择沙轮硬度时 需要根据具体加工需求进行权衡 四 结合剂类型和含量 结合剂是将磨料颗粒粘结在一起的物质 其类型和含量对沙轮的磨损速度有重要影响 不同类型的结合剂具有不同的硬度和强度 适用于不同的加工条件 结合剂的含量也会影响到沙轮的硬度和耐磨性 适量的结合剂能够增强沙轮的强度和耐磨性 五 沙轮的结构 沙轮的结构包括气孔率 密度和排列方式等 气孔率较高的沙轮在加工时能够降低磨削热 从而延长沙轮的使用寿命 但是 过高的气孔率也会降低沙轮的硬度和耐磨性 密度较高的沙轮则具有更好的耐磨性和稳定性 此外 磨料颗粒的排列方式也会影响到沙轮的磨损速度 合理的排列方式能够减少磨料颗粒之间的摩擦和碰撞 降低磨损 六 加工参数和工艺 加工参数如主轴转速 进几量和切削深度等 都会影响到沙轮的磨损速度 合理的加工参数能够降低沙轮的磨损速度 并提高加工效率 此外 加工工艺的选择也会对沙轮磨损产生影响 如采用合适的磨削方式 切削路径和切削顺序等 七 工件材料和形状 工件的材料和形状也会影响到沙轮的磨损速度 不同材料的工件具有不同的硬度和韧性 需要使用不同类型的沙轮进行加工 同时 工件的形状也会影响到沙轮与工件之间的接触方式和磨削条件 进而影响到沙轮的磨损速度 八 冷却润滑条件 冷却润滑条件对于降低沙轮磨损具有重要意义 适当的冷却润滑能够降低磨削热和摩擦系数 从而减少沙轮的磨损 因此 在加工过程中需要选择合适的冷却润滑方式和润滑剂 九 操作员技能和经验 操作员的技能和经验也会对沙轮磨损产生影响 熟练的操作员能够合理控制加工参数和工艺 减少不必要的磨损 而缺乏经验的操作员则可能导致沙轮过度磨损或损坏 因此 提高操作员的技能和经验对于降低沙轮磨损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影响沙轮磨损的因素众多 从磨料类型 沙轮力度和形状 到加工参数和工艺等各个方面都会对沙轮的磨损速度产生影响 因此 在实际应用中 我们需要根据具体的加工需求和条件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选择合适的沙轮类型和参数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降低沙轮的磨损速度 同时 提高操作员的技能和经验也是降低沙轮磨损的重要途径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保证加工质量的前提下 提高加工效率并降低生产成本 本次内容由沙轮模具一本通作者 Mr.Brian Zhao 播报分享 欢迎您下次收听